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来了 我叫童谣 我是87年出申的 我是一个服装品牌的创始人 我觉得我现在单身的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 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离异带孩子的 其实在婚恋市场上 并没有比未婚的女性有优势 然后第二个原因 讽刺的是 现在的我会比未婚前的我 要求的要更高 因为现在的我 可能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心动人类型 必须是要成熟 然后它一定要有幽默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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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童谣 童谣啊 我刚刚打电话给我妈 我就跟她说 你赶紧教一下我几句潮善话 不好意思 今天有点晚 没关系 那你是在这边做什么 你可以猜一下 果然是传媒 新媒体的 博主 不是吗 时尚类的 有一点接近 卖一些衣服什么的 对 对了 对 但是我有两个职业 有两个身份 会差距很大吗 差距挺大的 健身教练 这个健身的 不是就好 不是就好 她有什么职业呢 我猜不到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这样子 厨师啊 不会吧 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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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家餐厅是你开的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对 我就突然间猜到了 在上海这边 我有一个法餐厅 经过这十年的创业 我觉得我自己是从渴望 被别人保护 转变成一个 各方面都很强大的 一个女神 我能够给到自己 想要的生活 女强人 所以她摆盘啊 起司啊那些的 合理了 合理了 她是职业的 佟老板 怎么样 就是很期待小屋这个 什么 蛮好奇的 是吗 我蛮好奇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 就是模式里面的最低标准 真的吗 你一网上看就好了 真的吗 对 真的是 你之前会有焦虑什么的吗 要来上这个的时候 有啊 我有 我那天跟你 我们发完信息之后 我特别焦虑 那个爱德华 那个什么 不知道他是谁 那个人他问我说 你平时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跟他说 裸铁 跳舞 然后他 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 好 直接就跟我讲晚安 晚安 如果是你 你会生气吗 我可以告诉你 他样子很帅的 是吗 真的哦 你们有共同话题 他是做衣服的 他是做高级定义的 就BISBOX的那些 也是服装品牌的 他自己有一个工厅 还是什么的吧 你不要先 他有可能是你的款 真的吗 等一下我们回去之后 你能不能归我挤一下 那个人是谁 不打不相识 有些时候 特别把他俩搓 然后他去找罗影 迂回的战术 好了 我觉得 不想再问他的问题 搞得好像我对他有兴趣一样 其实没有 我就是对他有意见 而且还有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叫什么助理 文件什么 小助理 你好 你好 我是Terence 然后明天 你见到我 可能听声音 就能认出我 他给我的这样回答 好像就是说 我对你没有什么感兴趣的 以后再说吧 我是会主动去追男生的女生 但是 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没有意思的 对你没有意思 你就马上退 那千万不要立这个 立太早了 在小屋里面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是吗 真的 我也 你看说的好像 就感觉很有魔法 真的很有魔法 我天啊 我真的从来不会想到自己 现在是这样子 就好像我现在就上头了 什么上头了 就上头了对于某一个人 你不需要开始聊你上头的经历吧 而且以前我是 但是我试过 比如说约你 就没有反馈 或者说拒绝我 什么的 我可能一定不会是第二次 就正常的 对 我正常人都是这样子 对 但我在里面 就一直一直 那他有喜欢的人吗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种让我觉得不确定的事情 是导致到我现在这种状况 上头 对 上头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撑多久 你可以透露一下是哪一位 是哪一位什么 我可以帮你做参考 就比如以后 我会帮帮你啊 在背后说几句好话 一定要 天啊 又出成兄弟了 就第一次见面就变成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 那我 那我是不是也要帮一下你 不会又来一个联盟吧 他很容易跟人就成兄弟了 对 对 看到他我特别亲切 他性格跟我还蛮像的 我们是同类的感觉 友情的升温 我已经有一个上头的人了 然后我也不是他的类型 所以其实大家就 没有什么所谓 大家就朋友之间聊天 有点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不过我已经又变成了兄弟 哈哈哈哈